大家好,我是卉卉 炒茄子不要先放油了,今天才知道 学会这个小技巧,茄子好吃不吸油 酸法也是非常的简单,越吃越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把茄子的根部去掉 放入清水里面 放入几块盐,用手搓一搓 今天这个酸法呢,我们不用去皮 因为茄子皮也是非常的有营养 这样子可以去除表面的果辣 然后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 然后把茄子切成滚刀块 这样子比较容易入味 把茄子放入清水里面 这样泡一下,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青红椒各准备一个,从中间切开 斜刀切段 准备一个去皮的西红柿 先切成片 再切成长条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不用放油,把茄子倒入锅里 开小火,把茄子煸干 煸出水分 这样子茄子在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吸油了 最后把茄子煸软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关火 拎起锅,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松花炒香 炒出香味儿,放入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的汤汁,把茄子倒入里面 继续翻炒 把青红椒加进来 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一勺食用盐 来一点生抽 少量的蚝油 大火再次翻炒均匀 这个茄子被煸过了很容易熟 只要把青红椒炒至断生 就可以出锅了 装盘 茄子这样做容易入味儿 而且好吃不油腻 加入了西红柿也是特别的开胃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关注转发哟 我们下期再见